1. 丑心态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丁丑心态人生丙武 这一个是一个女命 她说她是生强 可是生强不是会认官吗 为什么 我走到这一个丑运的时候 反而破财什么都来 然后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说 升强用到官 走到官用会当官吗 其实他的一个迷思是很多人都会犯的 升强不一定要克洩 升弱也不一定要比喻 因为本来就是要看八字的一个五行流通下的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说这个八字 丙心一合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知道 有没有看到 癸水克丁火 所以在癸水克丁火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他的一个财运他是什么 他就偏弱了 在地支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地支的一个状况 火克金 土又克水 他的一个什么会偏弱 就是他的应运 应运 应运 就是跟母亲或者家人的一个关系 家庭的关系 比肩他也不太喜欢怎样跟人家交往 来说的话 可是他的一个地支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的官运反而是强旺的 他的官运是强旺的 所以以一个女子来讲 他的官运是强旺的 这时候 照道理就来讲 他假如 就像他所讲的 他能够这样子突飞猛进 在官场上 或者是工作场上 他这样子一路的升迁才对 可是他没有这一种状况 他表示说 这个八字会回归到什么 他的关系上 那就是他的桃花上面 他的桃花会旺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你要让你的工作旺 很简单 你一定要有相对应的能力去给他旺 你没有相对应的能力 单单给你运程 你也忘不起来 当你忘不起来的时候 他会跑到相对应的 这一个意义上面 那就是直接到桃花去了 所以很多很多人都会有这一种迷思 以为 我只要做同样的事 我走财运了 我就会赚大家钱 其实他有没有赚钱的本领 没有赚钱的本领 所以 你以为在同样的工作上 财运到了 你的钱就会变多 不会 这时候他就会偏到 你的男生来讲就到桃花上面 女生来讲 可能就是到父亲这上面 也就是说桃花感情可能好一点 跟父亲的感情可能好一点 就只有这一种的特点 所以在批八字的时候 我们时常会碰到这一种的 为什么我走观音就不怎么样 我走财运就不怎么样 很简单 因为你的能力不足 你没有相对应的能力 这种情况就很像 你明明就只会骑摩托车 这时候来了一部车给你 因为你有财运嘛 来一部车给你 这时候你能开车嘛 你根本连开都开不动 所以电子连油门 你连发动都发动不了 连车子连发动都发动不了 因为你没有具备这个能力 就是像这么简单的情况 所以当就算突然你的运程 好了 你要走财运了 你也要有要赚钱的这相关的技能 相关的准备 你不要认为说我走财运来了 我就一定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他只是给你一个机会而已 财运来了 对不对 很多人走财运 我走财运了 我一定会有女朋友 结果每天窝在家里 也不出去走一走 就算你家外面 每天都有10个小妞经过 你不出去 你不去耙其辣 还是一样不会有 他就只给你机会而已 所以各位 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而不要犯了这一种错误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名再见 拜拜